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其实是很共性方面的 就是也是我觉得可能对在场 所有的听众都会有帮助 因为谭志老师做得这么成功 而且也做了这么多年 我相信在您的人生路上 一定有很多精彩的点 就是可能那个点是说是成功方面的经验 也可能是失败 然后有一个人说 他说成功是得到 失败是学到 我想问的就是您觉得您在人生路上 最大的得到是什么 然后最大的学到是什么 谢谢 很大的问题是不是 确实很大的问题 确实很大 就是您看您现在能想到的点 我得到是什么 我实话讲 我这一辈子是不成功的一辈子 一直到最后 我50岁之后 做了一点 我自己认为有点成就感 或者是满足的事情 或者被社会认可的事情 我觉得我得到的什么 我经常想这个问题 我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也说过的话 就是说 我不求得到什么 但我是求我们家里头 当有人敲门的时候 不害怕 警察不会车子旁边走过去 所以我们家里不紧张 生活在阳光下 问心无愧 能尽可能地帮助别人 并且得到自己 叫做应得的那些 所以我经常说 健康 叫勤奋 健康的生活在阳光下 这是我自己的 对自己 我们家里的要求 我认为我做到了这个 尽管这一辈子 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至少在前一段时间 我问心无愧地做到了 这是我 做企业也是这样 当我看到 跟我一起做企业 做框架整合的人 有那么多人 都发了财了 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员工 买汽车的买汽车 买房子的买房子 大家都见到我 都用一种非常非常尊重的眼光 看我 我觉得我得到了 我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我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我认为我很满意 非常感谢 好